本ologically, how are you human science? 今年正正式的轉戰飲食界 之前都有不斷的產品 大家都知道我有份荷蓮、中秋月餅 但今年就真的進入這個集團 就开始打理一下一些餐厅 还有我喜欢这个集团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餐厅里面 就是不单人 对我都有一个好处 因为我在里面是设计菜式的 所以我可以在不同的时候 出到一些我自己吃力尺的菜式 所以我又不要局限自己的中菜 我希望是连西方或者一些甜品 都可以去转研一下 也都可以大家尝试到我吃到的东西 反而我觉得这样比自己 你开一间单一的餐厅 你来吃我的东西 所有东西都预备了 你自己会在待的例子 就是你这些东西 不会 因为我经常开餐厅的理念就是 你来吃我设计的东西就行了 你不是吃我的手围 因为你吃我的手围 我一个人一双手而已 你能吃很多 还有没有那么的必要 除非我开私房菜而已 你来吃我一位12个人拿着 我会的 我会的 但是只限自己朋友 所以有些朋友都吃过我很多的 但是我觉得不是做生意的 但是现在做生意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身边的厨师全部都会煮到这个水准 这次你没有多少位数字 少少啦 都是少少啦 养了少少啦 少少啦 对 少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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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手交右手啊 也不是的 有时候那些东西是要投资的 有时候就是眼光了 就是我觉得有些东西是要丢出去的 如果不是就整个小时 就是负责 是的 整个小时就会只是打工 我觉得 还有你也知道我们比较比较被动一些 就是很多东西都是 无论工作上 机会上 所有东西都是人给你的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 随着年纪越成熟的时候 我就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 我希望是一个机会是自己争取的 那老婆是无限的支持的 是的 会不会今前上都支持你 今前上 不说这种东西啦 对啊 不要说这种东西 老婆会不会一起喝酒 哪个 她不懂的 就是我意思是餐厅那些 不会啦 因为我和她的东西是分得几个开的 最重要就是我每个月有份资票写给她就OK的了 现在啊啊啊 是的 我想问你的餐厅上面 你现在有大展拳局 有没有有什么目标 几多年有什么定下有什么目标 希望每一个一些我想喜欢的商场里面 都有我的餐厅 是的 有没有训练她做你的接班人 我说了任何东西都不留给她 为什么 不要留给她 就是要自己努力 现在我们开了户口给她的 她自己有些活动的钱自己进去 是吗 是 有得她坐下 就是给她有一个理财的概念 如果不是爸爸妈妈经常给她的东西 她比较大 会比较难搞些 没错 难搞些 而且她是男生来的 男生是要照顾另一个家庭 我总觉得男生是要磨练的 我是要她在28岁前尝试所有的失败 她30岁后就会很成熟